根據這裏路透社的消息 就說2022年是歐元在歷史上最差的一年 他就說在2003年的時候 2003年和現在已經差不多 未夠20年 歐元佔世界儲備貨幣8.25 到現在2021年底就剩下20.6 相信現在佔的比例更加少 而歐元本身的價值 也跌了16%在一年之內 現在也是在2002年10月以來 是最低價值 這裏有幅圖來自CAPITAL.COM 我們看到歐元的價值 曾經在2001年的食物更加低 但現在比起2002年差不多 可以說是20年內最低的紀錄 原因是甚麼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說了 就是通貨膨脹 加上能源 諸如此類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歐洲的儲備貨 中央銀行的加息時間 比美國還持久 因為一直以來 美國和歐元之間保持一個利息的差別 以便這些可以流動的錢 活停在歐洲 一旦美國加息 於是那些錢流回美國 便可以賺到利息的情況下 便會離開歐洲 這些說的是熱錢 可以走來走去 並沒有 實實地下了地 下了地那些 下了地那些 又沒那麼容易走 因為資金起了廠房 之類 但熱錢走來走去 這便會造成歐元更加衰落的價值 後果是怎樣呢 後果是非常嚴重 我拿回以前和大家分享過的情況 這就是前德國 也大約一百年前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德國欠了大量的賠償 本來打的時候 我打完之後 我打贏 就可以叫國家戰爭賠償 所以我拿賠償的錢來 還這些戰爭的費用 結果打輸了 那怎麼辦呢 除了欠了錢 另外還要賠償給別人 因此 他的馬克特成的Papermark 就大跌了 因為他也把Papermark 同盲金掛鉤 斷了鉤 所以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問題 我主要不是說 前因後果 反而想看看 他的下跌速度可以有多快 在這裏 在1919年 48馬克 可以買到1元美金 然後半年 大約要80馬克才買到1美元 大家看到已經不見了一半的價值 再到2021年 給了第一次賠償之後 馬克就繼續跌了 去到時是330馬克對1美元 大家想想想 之前是48馬克1美元 現在是330馬克1美元 差不多9倍了 通貨膨脹繼續上升 於是他的指幣繼續下降 在1922年 今年是2022年 相差大約8年 1922年6月 那時他們的生活指數是41 去到同年12月 去到685 上升了17倍 我們現在也在歐洲見面 同樣的事情發生 歐洲的通貨膨脹 是非常厲害的 當然沒有這個情況這麼嚴重 但難保持發展下去 不會是這樣 好了 繼續下降 去到後期 連數字也不敢給大家看 去到1922年 一年前和1923年 相隔一年 一年前 一個單位的麵包 一條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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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160馬克 去到1923年 年尾 就是1 1 2 3 2後面 11個0 我想都是多幾倍 我真的無間和大家計 而1美元等於 4,1,0,5,後面還有6.0 這些就是超級通脹 目前為止我不是說歐洲那邊會有超級通脹 而是歐洲現在的情況是非常惡劣 當然不希望它會發展到好像一百年前 但現在問題是歐洲那邊估計 德國經濟估計今年會縮1.5 明年會縮2.7 後年才會回到好點,0.4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假設下 我就不太相信現在它估計的數字 然後到後面更加沒有什麼上進 為什麼我會不太相信這個數字 因為看外表 他們對俄羅斯的能源制裁都不用想 一切下去就不會解禁 我也看不到有什麼解禁 譬如美國對古巴的制裁 已經60年了 當然沒有解禁 所以你不用想 又或者對伊朗之類的制裁是沒有解禁 對北韓之類 所以現在他們對俄羅斯制裁 你不要想著兩三年之後就會解禁 一定沒有 如果不解禁的話 它能源怎麼搞呢 現在在歐洲那邊 荷蘭的能源指數 大約同等分量的天然氣 高於美國大約8倍 8倍 換句話說 現在可能一旋的天然氣 由美國運到歐洲就賺到笑 而中國因為要預備自己過冬 所以暫時不會把自己買到的天然氣買出去 換句話說 美國那邊更加可以按住來搶 那個價錢相信 這個8倍是這幾天的情況 因為中國宣佈了 不會再買自己買到的天然氣 所以可能天然氣價格上升 本來法國總統已經呱呱吵 就說 美國以四倍價錢賣天然氣給歐洲 就是較搶 這個不是朋友 沒有 朋友照樣照燙 今次俄烏戰爭 所導致美國最大收益 就是燙了自己的朋友 歐洲 我覺得今次很難帶上來 能源如果繼續這樣 而北溪也被人炸了 雖然還有一條 自然能源季 能源季 德國作為歐洲的經濟火車頭 現在火車頭就死火了 因為沒有能源 用能源多的企業 一定要走 這些企業 不是說我走完可以隨便回來 因為和能源掛勾 你找到的能源要搏 大天然氣管好 大電纜好 你要供應能源 這些做下去 這些機器 全部都是巨型機器 不是那麼容易搬 所以當這些重工業一走 都很難回來 這些公司走不走 一定要走 不走 沒辦法可以熬一個 所以他們要走 因為能源太貴 根本 出一個產品 就是一個產品的價錢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一定要走 一旦這些重工業走了 就沒有再回來 回不了 即是換句話說 德國經濟 公司賺到錢 自然就會好像美國公司一樣 想去一些免稅的地方 低稅率的地方 以免減稅率 即是換句話說 德國政府的稅收肯定會下降 在這個情況下 加上大量工人 因為這些重工業的關閉 就會失業 我真的不看好 德國未來的經濟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 突然間可以有足夠能源 就算現在它想要轉回 用再生能源 你不是說 我現在要有再生能源 一開啟一聲 就全部變成再生能源 沒那麼容易 有排裝 而且這個要改造 再生能源的成本也不少 而它連續做錯一些政策 其中一個最錯的政策 現在它拿了200至2000億的歐元 用來補貼德國的能源 這幾千億就被能源公司吸食了 對人民沒有什麼好處 一些這樣的愚昧政客領導國家 想不死也挺難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估計太好了 明年縮 後年再縮到2.7之後 可以反彈 我沒有這麼好的預期 如果德國搞不定 法國又 法國好些 法國又有核能 然後意大利 意大利又換政府 歐洲政治 一點都不穩定 這個不穩定帶來的後果 就是政策亂來 好像看到 英國那邊 新手術上來 製造了個小型財政預算 立即就翻車了 現在很難都翻轉 英國就剛剛 9月份的通貨指數10.1 我現在未看到歐洲9月份多少 相信 未到兩位數字 不過也不會少 所以 難搞 會不會真的進入 hyper inflation 希望我不會 如果會的話 相信 在今天 一個全球化這麼厲害的 經濟情況之下 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 都不會有什麼好 因為 能源貴 連我們這裡的能源都貴了很多 所以 難搞